中長會在下午拍板就是要用證招的方式來選出這個總統候選 那現在是不是就只差侯友宜來表態了 呃 代表說國民黨在總統大選這一局已經正式動起來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那侯市長他雖然現在還沒有非常的明確的表態 可在他很多的論述上面逐漸 不管是對於黑金的否定 或者是說對於兩岸國家論述的一些討論 那這個好像都已經慢慢有這個總統格局的一個論調出來 那我相信等他準備好的時候 黨中央也把徵招的規則準備好 或許就會水到渠成 那時間上面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都會覺得越快越好 千萬不要去讓這個國民黨中間呢 賴清德已經定於一尊之後 還有一個空窗其在 那所有人都要就戰鬥位置 準備好2024年的大選 強力的監督民進黨 這是我們2024年所有人要一起做的事情 另外我要跟常會來報告 針對總統選舉 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已經徵詢了各縣市長 立法院黨團各位成員 還有諸多的黨內先進 我們大家共同的意見 就是要採取徵召的方式 團結慎選 避免爭議 大家的共同的意見就是 採取徵召的方式 團結慎選 避免爭議 今天也會報請常會 來共同決議 接下來 立法委員選舉的部分 我們第一階段將在4月22號完成 第二階段要在5月20日完成 第三階段要在6月18號完成 對於艱困選區 我們要號召更多更多的勇敢的藍軍新勇士 共同來勇敢承擔 共同來參選 各位同志們 我們總統大選 一定要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爭取所有可以爭取支持的朋友 黨有責任幫我們主要的候選人 排除障礙 爭取更多的支持 我們必須要團結所有藍軍的力量 同時我們要爭取所有悲慮的朋友 一同來打拼 我們唯有爭取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朋友 我們才有可能為台灣 未來的和平與安定 為民眾的好日子 來團結盛全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那您怎麼看 侯友宜現在還沒有表態 可是他的民調已經有大幅下降的趨勢 是不是呼籲他 要趕快 我早就在呼籲了 但是可能這個侯市長他有他想法 也許說國民黨內的初選機制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必須說國民黨內初選機制 因為我曾經擔任過國民黨的主席 那個辦法根本就擺在那個地方的 大家不要去做太多的無謂的一個調整 那麼只要 其實我跟朱立倫主席也做過了這樣一個溝通 他也認為這是對的 那麼既然是如此 我覺得侯友宜 侯市長 你這個厚厚做的事情啊 不要放在新北市而已 可以把它更擴大範圍 讓我們整個台灣都能夠 在他的這個厚厚做的事情的觀念之下 能夠選出一個最強的母雞 所以他不要再拖延了 市長 針對提名委員會 您剛剛有提到說 義務反顧 那如果國民黨徵召 您參選2024的總統 您是否也會義務反顧的承擔 每一個人 就像我 從事工職四十幾年一代 我人生只有一個夢要 是能夠在公務體系服務四十幾年的 一個長期為國家人民做事的工職 我永遠保持我不變的痴心 只要願意為國家為人民 盡最大的貢獻跟奉獻 這本來就是每一個人該做的事情 市長想問一下 立委謝伊鳳他喊出國民黨最強母雞 就是侯市長 那他也願意以此為基礎來承擔團結 那市長怎麼看國民黨接下來2024的佈局 我相信 每一個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都會以團隊為眾 大家攜手合作 最主要的 我們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目標 對國家為人民做出最大的貢獻 讓我們國家能夠長足的進步 這才是我們所信念的 市長那他說 對的人放在關鍵的位置 那每個人都是英雄 市長覺得你的位置在哪裡比較適合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位置 把位置擺對 然後大家互相替力 互相攜手並肩作戰 這本來就是一個 是才是手的方向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每一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方向 也能夠來挑起重責大任 前例以赴 市長怎麼看現在有一個最新民調顯示 台中市長盧秀燕得到高達94%的國民黨認同者的支持 那連民進黨或中間選民他們的滿意度也大幅增加 會不會覺得自己遲遲不表態會導致最強目擊意主 盧市長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理性首長 在很多工作方面表現非常的傑出 每一個人在現階段 台中市我是新北市 我們彼此之間都會互相合作 只要是台灣好 我相信彼此之間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不是只有盧市長 我相信很多的縣市的首長表現得也都非常的亮眼 所以新北市跟其他各縣市的往來一直非常的密切 我們只要大家通力合作讓台灣好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方向 市長我會有一個國民黨會成立提名委員會 那市長會有要加入的意思嗎 那如果朱主席邀請你加入會就是按照主席的安排加入嗎 前段時間我已經說過我尊重黨主席的安排 對黨提名委員會各縣市所長們 只要黨有需要大家都義無反顧 要全力的團結在一起 面對外面的所有挑戰 為國家為人民為團隊做出最大的貢獻力量 市長因為現在像黨內也有些人 他們就想要鞏郭台銘或者是韓國瑜出來 因為會不會覺得就是自己沒有表態會導致黨內沒有辦法 儘速整合黨內的支持度 郭台銘董事長跟韓國瑜先生其實都是非常優秀 也曾經為國家為人民做了很多的貢獻 尤其郭董長期在產業界裡面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敬佩 只要每一個人大家都有心要為國家做事都是好事 那只要大家同心其力 只要是做出最大的貢獻 我們就一起攜手合作 市長林俊憲在臉書喊話說要讓這個洪秀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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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個人也對他非常的敬佩 每一個人有他的想法跟做法 我們都要衝著尊重 黃主席 市長如果最後真的加入 市長說立委復寬期是國民黨內的病毒 傷害黨的形象 那黨中央應該約束他的發言 請問市長的看法 每一個人在民主國家的言論的自由 不同的觀點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好 聯邦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民調像胡亦一樣 上上下下都值得參考 我們隨時都要助我屁立 面對我們本身 就要問題所在的地方 要全力的去檢討 讓我們工作都能夠非常的順利 最主要我們要請聽人民的聲音 以民為天